妈做饭确实难吃啊 太难吃 那不是人吃的 我过节那时候也点败卖 因为我妈妈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你有想过 我们家过节那时候点的是压活吗 怎么说呢 我的妈妈做饭真的是 想象不到的那种难吃 你知道吗 秦宵贤立志做妈妈的黑粉 在节目里疯狂蹭妈妈的热度 老秦还曾吐槽 因为拿妈妈的钱 结果被妈妈关到阳台和狗在一起 最后饿到吃狗粮 在节目中 老秦还写了个关于妈妈的段子 给大家伙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主要写的是我妈给我弄丢的事 我看着我妈离开了我 因为个好地瓜放开了我 可以感觉到 小时候的老秦总是被妈妈坑 这还不算啥 最重要的是 在老秦八岁的时候 就被妈妈带去夜店 妈妈和闺蜜们一起玩 而他就在一宝宝玩具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老秦还发烧了 发烧了 我睡不好 看到这儿 我想大家就明白了 老秦为啥成了夜店小王子 这是亲身嗅叫出来的 妈妈在带娃方面的神操作 让你永远享受不到 因为老秦小时候非常内向 不爱说话 于是就被妈妈骗去学了相声 老秦想成为电影男主的梦想 就被妈妈这样扼杀在了摇篮里 认命吧老秦 有这样的妈妈 你逃也逃不出的 在之前 老秦妈妈的照片曝光 收获了大批盐粉 大伙纷纷喊话 老秦不要再蹭妈妈热度了 而在我社除了老秦 他又总是蹭老婆热度的 我正在录节目 要不要上镜 好嘞 不准收我了 不准收我了 你也唯 我说你什么了 我媳妇是一个护士 开水面比较强势的 我媳妇就是收着家务的时候 没有多好 我媳妇一句 那个浪漫的部分 我在这个节目老提我媳妇 提的胖 提的这样提 提的皮肤不好 我给西度收我 不准蹭我的身后了 我告诉你 我媳妇不让我蹭她的热度 好的 拜拜 拜拜 好的爱你哦 不蹭你蹭谁 真有意思 从没有出现过 什么花边新闻 甚至还频频 在节目中秀恩爱 次数多到正比怀疑 岳云鹏在蹭自己的热度 小爷爷还当众 抱老婆的黑料 节目中 模仿老婆的笑声 郭德纲调侃 这是取了个鲁制身呢 就是 特别的 刚强 你听宽哪个妇女说 刚强 特别特别刚强 而且她的笑声 让我觉得很恐惧 哦 是吗 结婚前 艳雨一生啊 笑声 还这样 结婚以后 生了孩子 就不就不那样了 那怎么乐呢 哇 我就害怕了 你取鲁是深了这是 不仅如此 原因朋友还爆料 自己和老婆吵架时 会打草稿 你们见过这样的吗 什么 肯定是吵不过 我就拿出纸 拿出 写 写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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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就是 把那种情绪转移 你继续创作了 我 你是写吵架的 我没那么高尚 好在两人还是很恩爱 在一次节目中 写原鹏说过自己离不开他 更是多次表白老婆证明 在写原鹏事业低谷息时 也都是因为有老婆的鼓励 支持 才让写原鹏有了今天的成就 不得不说 写原鹏娶了一个好老婆 德云社成立这么多年 郭德纲的突袭也越来越多 但老郭唯独夸赞过一个人 那就是写原鹏的老婆证明 能得到郭德纲的如此夸赞 可见写原鹏的老婆有多优秀 不过说实在的 写原鹏能有今天 妻子正名功不可没 每次写嫂分享和烧饼的视频 网友都会评论 这是女明星和她的素人老公 写嫂的颜值是真的高 当初烧饼结婚时 王角龙先答应做她的伴郎 为表感谢 烧饼给大男发了不少 写嫂闺蜜的照片 说可以介绍给她认识 于是第二天 大男指着照片中的女孩对烧饼说 女孩说 我记得你 我要她和你一起 你说 滚 这是你嫂 结婚之后 烧饼化身宠妻光摩 时刻牢记包治百病的原则 对丙嫂百依百顺 就是有时候 女生的心思不太好猜 烧饼问丙嫂晚上吃什么 丙嫂说让她有点主见 自己做决定 可能烧饼订完餐之后 丙嫂又有话说了 可是我今天晚上不想吃辣的 你怎么都不问过我 经过我的同意就订餐厅了呢 你尊不尊重我 尽管如此 粉丝们的关注点 还是在饼嫂完美的素颜上 烧饼终究是高攀了 然而 在我设蹭老婆的热度 除了烧饼和月云鹏 还有月云鹏的外甥 操作简直和舅舅如出一辙 明目张胆的把蹭热度 打在了公屏上 请问去都在说 媳妇比我 今天就蹭上她流量 带她去陪我离吧 真愁你知道吗 啥玩意 你敢说愁 要不是赢的 我就给你方方两串 证明一下 我的家庭地位 小灰没看到 大家都在说 你挡的嫂子了吗 下次 别忘了让嫂子 站在前面啊 大多数都是 别人蹭德云社的热度 这德云社 蹭自己人热度 还是第一次见 对于各位爵儿们的表现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江山父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让我火 我们下期 就见不散